但是今年大家已經特別感受到 通膨的壓力 也因此台灣今年經常性的薪資 其實大概是五年來 首度呈現這個負成長 也就是說薪資增加的錢 可能比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 不過現在大概全球 大概都是這種情況 也因此很多網友說 天啊 那這樣我到底 怎麼樣可以一氣自負 告訴你靠樂透 那個希望太渺茫了 如果你學會一樣東西 真的有可能 那就是NFT 有一名這個坦白講 蠻平凡的這個印尼網友 據說呢這個每天po自己 坐在電腦桌前的自拍照 四天耶 竟然就讓他成為千萬富少爺 NFT有這麼厲害嗎 敏寬 NFT現在我個人的認為是炒作 炒到這個地方真的是過了頭 但重點是在於 你如果要走 你要走投票 你不要去對人後面走 為什麼呢 因為炒作的一群團體突然間緊噴 緊噴完之後後面會不會有人接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麻煩 而且你的產品一定要有非常大的一個獨特性 例如說周杰倫他畫一隻小熊 他可能賣得出去 但我阿寬還是定語哥畫一隻熊 我跟你說我們貼錢給人家 可能人家都還不要 那剩你而已 不要講到我這邊 那剩你你不要講到我這邊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好處是在哪邊呢 今天的台積電法說會出來 雖然四平八文 但裡面大有文章 有什麼文章呢 等一下來跟各位說 先來說舒富比 全世界在做高檔商品拍賣 舒富比跟家世德是兩個各中的一個翹楚 但目前傳統強權的舒富比 現在已經把字畫 古董 珠寶 手錶 收藏 酒等等的 開始走進了NFT的一個拍賣平台 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代表這個市場真的嚇嚇腳 真的 市場很熱 任何一個產品只要是第一個 人 事 時 地 物 只要有一個到兩個混合 其實有時候你產品看不懂 沒關係啦 就拚命的吵 例如說馬斯克一雙所謂的虛擬鞋 先說是虛擬鞋 不是真的穿的鞋 雖然有很多圖畫是在他的腳上 但那個是虛擬的 賣的也是嚇嚇叫 想不到台灣周杰倫 哇 這個康達貝爾 出了一萬個 每一個有一個每一個的訂號 居然秒殺 居然這個也秒殺 先說居然秒殺 而且總共總賣出金額是 五千七百七十四萬美金 我換算下來的話 折合台幣是十六億一千萬元 結果賺下來 平均一隻熊十六萬一千塊 太扯了 這不是真的可以抱在懷裡的熊 當然啦 抱在懷裡的熊 如果是古董熊或特別的 可能還有這個價喔 但這個呢 他會放在你的硬碟裡面 但有一個重點 任何的NFT一定是無可取代的 所以還是跟各位說 如果你是個中高手 你有足夠的一個評判能力 你可以去玩 過度追價 超過自己的一個能力 那個也就算了 美國現在就在玩一個 非常危險的一個遊戲 叫做CPI 先來說12月的CPI 美國這次的整個物價通膨 從十月開始 失去了控制之後 沿路過來都非常非常慘 這次美國人呢 他們都突然間發現了 包括感恩節的大餐 包括了耶誕節的一個大餐 一次比一次貴 然後呢 貨價的產品呢 一次比一次少 那現在要怎麼辦呢 想說12月 還能不能降下來 結果沒有 尤其我跟你說 看到這條線 你有沒有覺得很恐怖 是幾乎90度角的一個上升 真的很扯 那美國12月的CPI 現在拉出來拉到7.2 破30年的一個高 為什麼這次有所謂的 布蘭納德出來做整個 所謂的說話呢 因為現在的整個FED主席 鮑爾 那個時間點 正在接受參議員的一個拷問 但這次呢 我在跟各位說 包括這時候射出沒有回頭箭 他只能撐到底 為什麼呢 6月的時候 我們就跟各位談 通膨這個問題 你要小心 結果呢 包括說 放心 那個只是短期的一個現象 沿路走走走 走到這邊 收不了嘴了 收不了了 然後他現在只能說什麼呢 說美國絕對能夠去控制通膨 可是現在呢 美國陷入了所謂的一個 首為兩難的問題 什麼叫首為兩難呢 目前要控制通膨 要控制物價 一定要升息對不對 對 那又齊我問你一個小問題 全世界欠人家最多錢的 叫美國政府 欠了25兆美金 那25兆美金 如果他現在一口氣 利息從現在十年期的 所謂的利率 1.6%往2%來前進 他單單所謂的利率升到2% 一年支出的利息 5千億美金 就變5千億美金 美國目前支出最大的一個預算 叫做美國國防預算 一年支出的整個預算是 七千七百九十億美金 然後現在我出來在整個 美國的一個報表當中 跟美國所有的國民 4億 為美國公民說 抱歉啦 我們政府欠人太多錢 所以我們每年要貪出 5千億美金來還款 你問為總統跟議員選得下去嗎 選不下去了 所以現在最大的麻煩是什麼呢 大問題先忽略 小問題在這個地方 慢慢的做著手的一個動作 所以布蘭納德就說了嘛 蓬膨帶高各位這是事實 預計升息四次 這個也是事實 失業率有望低於3% 這個現在不敢說 你知道為什麼嗎 疫情的關係 我們等一下下一題再來談疫情哦 但現在呢 因為在年初 所以呢 先把目標先定下去 能不能夠達到 其實這個目標 我個人認為是稍微有點困難的 但我們要來說 人要有本事 真正的狀況是 你要有內涵 大力光這次展現出了一個 難得的一個內涵 先來說 大力光過去最貴的時候 股價六千 六千 最近跌到多慘呢 跌到那時候所有 台灣所有的外資 外國所有的外資 看他 哎呦你兩千塊你都太貴了 六千跌到兩千 結果各位兩千沒人要哦 但仔細想一想 我認為大力光那時候 其實非常有支持啊 結果大力光那時候開始做起了 所謂的法律戰哦 大力光這次能夠擊退紅色供應鏈的 先跟各位說哦 這個不是去求來的 這個是用鐵拳 跟法律 跟技術去要回來的 先來跟各位說 這個前後過程有多困難哦 大力光為什麼這次 人家整個紅色供應鏈 會出來俯首生成你知道嗎 他就說你侵權 當然他會說沒有嘛對不對 把事件端出來 所以呢大力光那時候就搞摩托羅拉 搞了摩托羅拉之後 把那個所謂的光學鏡頭專利啊 等等的全部打出來之後 那些整個中國廠商慌了 為什麼呢 原始權利我從那邊拿的啊 那我拿來之後我突然間發現 他拷貝人家那怎麼辦 不能用那不能用呢 你就得採過就得轉到 所以中國大陸兩大品牌 包括Oppo包括Vivo主動彈劾嘛 所以呢把高階鏡頭的全部訂單 跟中高階鏡頭五層訂單要轉 要轉了 那一轉回來呢 先說哦 這個是拳頭區要回來的嘛 不然呢 我很簡單的 我比較修的 我就用修的就好 幹嘛用正版的呢 結果正版的說 李清權 你敢出這個 我不讓你賣去歐洲 不讓你賣去非洲 不讓你賣去美洲 然後美國政府說 對啊 人家是正版的啊 你不能夠這麼做嘛 那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因為 Oppo跟Vivo 全球是第四大的 整個手機製造廠 會出所謂的三億支哦 但各位 這個故事只講了一半 到這個文章到這邊 其實只講一半 其實中國 我們一直跟各位說 中國今年的整個 經濟的狀況是下行的 失業率的狀況 也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現在中國已經在出現一種聲音了 什麼聲音 手機賣不掉 庫存非常非常高 桌轉率非常非常長 而這個問題後面會怎麼解決呢 我們後面再追蹤下去 好要進入到台積電了 台積電這次呢 外資押注了百億 買了一萬五千張 然後呢 我們一直跟各位說嘛 三奈米到四奈米會是一個人的一個江湖哦 但目前來看的話 台積電所端出來的業績真的非常非常好 第一個去年二十三點零一元 非常非常棒 第二個 IDM的垂直整合的話 因為目前IDM垂直整合全世界兩家公司 一家叫三星 一家叫Intel 可是呢 三星目前還在撐三奈米他進不去 Intel目前卡在十奈米 七奈米他還進不去 所以呢 包括了兩個總裁都說了哦 目前今年IDM單會非常非常好 好到什麼地步呢 來跟各位談哦 重點來了 他們說 今年金元代工會再成長百分之二十 先跟各位談哦 以台積電的營收跟規模 接近六萬人的一個公司 他的金元代工要成長百分之二十 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哦 但是第二個 麻煩的也在後面哦 因為現在資本支出非常非常高 所以去年的資本支出是三百億美金 今年有可能會拉到四百億美金到四百四十億美金 一口氣會提升百分之四十六 所以呢 先跟各位說 過去我們說一來一去 現在不是囉 現在是照來照去 做的錢都是用照來做整個起算的 但就目前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台積電這個狀況 他的法說會釋出的是正面的一個消息 但要小心一點 外資這次壓住壓住了這麼多 萬一股價沒有往上漲 過年又快到了 這一波又有疫情 如果他真的翻臉不認人 你不要想說這真的是好消息 搞不好他是利多的一個出境 來像這實際上 什麼原因 我會想說這次